接下来我们看第十章的这个历届选择题的部分 如图所示 电路中灯泡Q烧坏了之后 开关S接通 请问哪一个灯泡还是会亮的 你要知道PQR呢 都是串联在同样的 对吧 串联在一起的 所以Q一断开的话呢 R跟P跟R呢都不能亮了 只有K跟L K跟L虽然他们是串联 但是呢它跟这个Q的关系呢是并联 所以K跟L呢是可以发亮的 所以这几个答案呢是B B只有K跟L会发亮 ABCDE 我好像有改过选项还是这样 就是可能写错了 OK 再来看第二题 在这个图中哪一个连接方式是不正确的 所谓的不正确呢 其实是短路的情况 那这个我小杰练习那边就有讲过了 正确答案应该是C 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呢 它左边这一条没有灯泡 右边这一条也没有灯泡 它就会有短路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所以这一题呢答案是C 不正确 那哪一个呢是画的正确呢 就是错误就是有短路的 有短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选四个电路 你会看到第一个呢 它的开关一键通 它其实这一边呢就有短路的 那这个开关接通呢 开关其实是没有电阻的 也是属于你你把 你只要把那个开关当做是导信看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其实也是有一个短路的情形 这个呢也是在这里会出现短路 然后呢只有DONKEY呢是正确的 OK 所以这些答案呢是DONKEY 第三题答案是DONKEY 第四题哪一个连接是错误的 又来同样的题目 这一边呢 错误的就是有出现短路的情形了 所以你会看到DONKEY的这个呢 它左边这边完全没有电 用电器 然后呢就可以回家了 OK 所以只要你出门没有买到东西呢 回家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短路了 DONKEY的情况 这题 第四题DONKEY的情形是短路的 OK 第五题 如果只要用一个开关 就可以同时控制两盏灯 这个是怎么连接方式呢 串联也可以 病员也可以 病员的话呢 你的开关在盖路上呢 就可以同时控制两盏灯 所以串联也行 病员也行 答案是行 第六题 第六题 这一题 电流从下面往上 那这个因为它讲说它是导线 金属导线 所以它的电子呢 应该是从上往下 它的电子往下 电子往下 它的直指是不会动的 金属的话呢 直指是不会动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DONKEY 附电核 自由电子会往下 第七题 第七题 如果用图 这个图 我们的闭合开关S的时候 这题会比较 其实还会比较难理解 我们的S闭合后 这些闭合 它的L1跟L2的不量 所以L1跟L2那边不懂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断开的情况 所以过后呢 要怎样做呢 它就讲说 哦我连接AB 连接AB 也是两个都不量 两个都不量 再连接BEC 两个也不量 两灯都不量 两灯也不量 再连接CD 等下我看一下 第一次AB 第二次BC 第三次是CD CD终于亮了 代表什么呢 你只要你接的这两个point 如果一接这两个point它会亮 就代表说这两个中间 它出了问题了 它断开了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它之前连接AB 看它亮不亮 其实就要看说 是不是L1这边出了问题 断开了 然后两个还是不量 代表说它 AB这段没有问题 然后呢 再接BC 也是不量 也是代表BC 这边也没有问题 结果接了CD 它会亮 就代表说CD这边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开关这边断路了 开关S这边断路了 其实就是说它可能接不稳 还是怎样 它开关架下去呢 也没有反应 也没有通路的感觉 所以这个呢就是答案是A 第七题 虽然它不是很难啦 但是呢 很多很多同学呢 就是在逻辑上来讲呢 就比较看不懂这样子的类型的题目 OK 其实蛮简单的 它逻辑 只要你搞懂的话呢 不会太难 第八题 当一个自动电压力过 自动电压力过 压力过大或者温度过高 它的发热器就会停止工作 压力过大的时候呢 它的S开关S会 S过压 就是那个S过压会自动的断开 如果温度过高呢 S过热就会自动断开 如果下链呢 是S过压跟S过热呢 你觉得哪一个原理是正确 当然 其实呢 其实你也不用想的太复杂 它其实这两个 这两个开关呢 基本上要么就是串联 要么就是冰联 什么差别 串联的意思就是 就是只要有一个断开 它就断开 对吧 它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呢 你看啊 你在看同一个题目呢 它是讲说 哦我的 我的 过热跟过压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吗 因为它用过嘛 对不对 其中一个出问题 它就会断开 它就会停止加热 所以也就是说呢 它应该是串联的 只要有一个断开 它就断开了 对吧 那如果你讲说 如果是病联 什么意思 病联的话呢 你只要有一个接通 它会继续做 它会继续操作 所以只要没有过压 它虽然过热 但是还没有过压 它还是继续加热 又或者是它过压了 但是它还没有过热 它还是继续操作 很像这种情形呢 也是非常危险 所以呢 你就要发现到说 它其实只要其中一个发生了 它就会断开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应该叫选A 选A OK 其中一个断开 它就必须要断开 第九题 第九题 这是什么打开电冰箱呢 电冰箱灯会亮 关闭它的门呢 它就会熄灭 但是它的这个内压 压缩机呢 依然的操作 代表着压缩机跟灯泡 是并联的关系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小姐那边有讲过 那 照明灯 和压缩机是并联的 但是它的开关呢 是跟照明灯的串联 那你的开关 你的这个电冰箱 本的这个开关了 才可以操作那个灯泡 第十题 有一个电源 两个灯泡 连接 然后呢 开关闭合 两个都亮 断开 开关断开的时候会怎样 所以呢 我们只知道说 哦 这个是开关闭合 两个都会亮 它可以是什么 它可以是串联 它可以是并联 对不对 但是如果它断开的时候 它只有一个亮 代表说 这两个是只独立操作 对吧 所以如果它只有一个亮呢 它就肯定是并联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东西 好 这题的答案是东西 这个好像小姐 那边我也是有放到这题 第十一题 下来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正极 接向负极 这个 这个是对的 对这个是对的 因为它有短度的一个威胁 那 电流是从正极流向负极 这个也是正确的 我们是这样子定义的 电流中不装开关 会造成短度 其实不装开关 没有关系 这个 没有这么夸张 不装开关 就会有短度 这个并没有这样子的讲法 OK 这个也是小姐联系讨论过 然后呢 还有这个是有图的第十二题 所以 L1跟L2 他 借错误了 他要把L1跟L2 变成并联 他能够怎样 你只要把 你看啊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电流会从A 经过这个 然后会发现到上面 其实没有经过 灯泡下面有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 L都不亮 OK 那要怎样变 要怎样改变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 BE 换成AE 那他就会 上面有 一粒灯泡 下面有一粒灯泡 他就会两个都走 而且就会是串联的 并联的关系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是把EB 换成EA 就可以了 答案是C OK 答案是C 再来 第十三题 第十三题 如果我们要 L1跟L2 都串联的话 我要怎样呢 串联 我就必须要 从这一边上来 再回来 所以你只需要 B和S2 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B和S3 你就会发现到 只有L2会亮 如果你B和S1跟S2 你就会发现到 它们是并联的关系 如果你B和S1跟S2 你就会发现到 已经是短路了 所以你要懂得判断了 你们慢慢看 我都不小细讲了 OK 好 小杰练习讲过了 再来第十四题 也是小杰练习做过的 如果S1跟S2 同时B和 你会发现到S2 它不会通过L2 因为S1这一边没有电阻 所以这题呢 只有L1会发光 L2不能发光 答案是B 第十四题 答案是B OK 不是这题 这题 L1跟L2呢 都不能够发光 OK 还有第十五题 第十五题 关于开关的这个电路的作用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串联电路中 开关控制整个电路 这个是对的 那其他错在哪里呢 并联电路中 开关不能控制整个电路 可以 你放在干部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串联电路中 每一个开关可以控制一个用电器 不 串联我们没有办法独立操作的 他要嘛就控制整个 要嘛就 要嘛就通路 要嘛就断路整个电路 一个开关同时控制两个用电器 这个用电器一定是并联 错 可以是并联 可以是串联 两个都行 好 那第十六题 第十六题 哪一个跟食物是差不多一样的 你看啊我们的这个镇呢 他接两个灯泡 这两个灯泡是并联的 然后呢这个开关呢 跟其中一个灯泡是串联的 然后就回来 所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DONKEY 他会长这个样 DONKEY DONKEY 都会看了 应该都会看 再来看第十七题 这个是什么 哇非常简单 送分题 开关 只有一位选错 最后一题 这个 这个题跟前面一样吧 这个题前面一样 只是他没有给你电流往哪一个方向走 你自己要进行判断 这个电池 长的是正 短的是负 电流从正流向负 所以电流是往上流的 电流往上流负极就往下 对不对 负极会往下 然后呢 真的是不动的 啊 所以这题答案是DONKEY 一样的啦 跟前面一样 所以目前是没有放到盐水 只有盐水那一题 是我设计的 啊 所以设法是没有考过盐水的情形 啊 所以这题答案是DONKEY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